美中贸易战进入白热化 尽管中国当局嘴硬表示 美国加征关税所造成的冲击整体可控 但从近期外资大厂持续撤出中国的动作来看 华府的关税大道确实砍痛北京 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由于中国市场竞争加剧 韩国智能手机大厂决定削减惠州工厂的手机产量 连带也将启动裁员方案 三星惠州厂表示 目前的裁员做法以自愿为前提 截至6月14日前 员工皆可报名自愿被裁员 根据了解惠州三星厂成立于1992年 约有5000名员工 2017年惠州三星共生产了6257万只手机 占该公司全球总产量的17% 在拥有2000名员工的天津厂 于2018年12月31日正式停产后 惠州三星成为该公司在中国最后一个工厂 三星近年来将产能逐渐移往印度 去年就投资了7亿美元在印度设厂 预计将在2020年前完工 报道指出 三星是全球最大的智慧手机制造商 5年前在中国手机市场的市占率也有将近20% 但之后陆续发生萨德部署问题 以及2016年Galaxy Note 7电池爆炸事件之后 再加上本土厂商特别是华为的夹工 三星在中国的市占由2013年的20% 缩减到现在剩不到1% 不光是外资撤离 现在就连中国股市外资也外逃 中央社综合媒体报道 过去两个月来由于中美贸易战况恶化 加上对人民币汇率稳定性的担忧 投资者纷纷看淡中国市场 根据上海斯尔雅斯数据信息 有限公司和摩根士丹利的资料显示 过去两个月来 共有约120亿美元资金流出中国股市 是2014年中国A股 护港通以来最大规模的资金外流 专家认为这样的现象相当不寻常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尽管从2014年底以来 中国出现过少数几次外资流入额小幅下降之外 全球投资者的资金大致上是源源不断的流入中国 即使是在中国股市表现最差的2018年 也有约550亿美元资金流入中国股市 但现在却出现高达120亿美元的外资大规模流出 甚至可能将加剧指数波动性 进一步引发更多资金撤出 这场贸易战是否真如中国官员所说的冲击不大 恐怕得画上个问号 每周贸易战升级 中国近来态度转变强硬 频频出招 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6月5日宣布 将以纵向垄断为由 对福特与长安汽车在中国合资的长安福特罚款1.628亿元人民币 这么大动作的开罚 加上日前中国政府宣布将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仪式 引发不少美国公司担心他们可能成为报复对象 路透影书报导 中国官方指控长安福特2013年来在重庆市透过制定价格表 与经销商签订价格自律协议限定车展期间最低价格等方式 来限制经销商最低转售价格违反反垄断法 损害了市场公平竞争和消费者权益 市场监管总局1反垄断法对长安福特 处以上一年度重庆地区销售额的4% 也就是1.628亿元的罚款 对此长安福特回应表示 公司充分尊重 并将执行相关部门就此次反垄断调查所做出的处罚决定 并采取行动跟经销商一起规范区域销售管理 同时将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 继续进一步规范经营活动 切实维护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而罚款的消息一传出 5日上午长安汽车的股价一度跌超过7% 事实上这并非中国用类似借口技术处罚 中央社报导2016年上海物价局认定上海通用汽车 与经销商达成垄断协议 处以罚款2亿元 而上海通用汽车是由中国国企上海汽车集团 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所合资成立 中美贸易战僵持不下 美国总统川普持续开辟战场 不仅对墨西哥寄出关税还加强审查国内科技企业 至于习近平呢 他将于6月5日至6月7日到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专家分析习近平两个月内二度会晤普京 似乎有联俄抗美的意味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启程 前往俄罗斯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 另外他将在明后两天出席 第23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 BBC中文网报道 根据克里姆林工的消息 习近平将与普京举行最高级别会晤 着重讨论大型经济项目的合作 而建立北极通道和熊猫外交 也成为关注焦点 习近平在这次访俄的媒体联访中表示 期待和普京会面 共同规划两国未来发展 推动中俄全面战略合作 习近平也强调 北极航道将是合作的下一个重点 而今年4月 中国提供一对熊猫给俄罗斯 中俄元首周三也将举行熊猫馆开馆仪式 此外美国之音指出 能源也是中俄双方讨论的议题 贸易战影响了中国 从美国采购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这刚好给了俄罗斯 扩大在中国布局的机会 就在中美关系紧张之际 习近平除了访问俄国 随后还会访问中亚国家吉尔吉斯 并于6月14、15日 参加在彼时凯克召开的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根据美国之音 习近平两个月以来 二次会晤普京协调双方立场 在上海组织峰会上 中国也将寻求中亚国家的支持 有分析认为 中国和俄罗斯是否会打伊朗牌 对抗美国僵尸峰会的主要看点 报道指出 俄罗斯与西方交恶 又加上中美贸易战爆发 习近平此时访问圣彼得堡 显示两国关系进一步走近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伟表示 俄罗斯遭欧美制裁 及中美贸易战升温 推动中俄加强往来 双方在新的工业革命 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领域 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昨天是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 30周年 BBC中文网报道 在美国数百位关心中国人权的民众 以及六四民运人士 聚集在华盛顿国会西草坪 举行纪念活动 包含当时的学生领袖王丹 乌尔开西 周峰索 雄言和郑虚光 另外美国中议长裴洛西也到场 并且亲自为六四最有代表性的画面 坦克人雕想节目 时逢六四三十周年 向来关心中国人权的裴洛西 在今年集会上发表六分钟演说 他指责中国政府封锁真相 并强调美国不会忘记六四 在讲话中 裴洛西还提到新疆 西藏和香港等议题 周峰所告诉BBC中文网 今年参与今年活动的人数比以往多 可能的原因除了与三十年 整数年份有关之外 还与中国国内的人权状况息息相关 像是新疆在教育营让美国两党 以及华府对华英派与各派人士团结 重拾对人权议题的关注 话虽如此报道提到 美国普罗大众对六四的关注依旧相当有限 另外除了言论谴责 白宫并没有采取任何针对中国人权的制裁行动 川普政府也因此被认为 对外国人权问题的关注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 佩洛西昨天指出 在美中处理贸易协议之际 必须继续坚持任何政策都与人权连结 美国必须展现到的勇气 利用经济优势保证美国产品能获得公平交易 同时在中国推动人权 佩洛西的说法透露出将经济与人权挂钩的迹象 事实上早在1991年 佩洛西就曾主导一项法案 把解决人权问题作为延长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的条件之一 然而邓小平在1992年实施经济改革开放政策 美国商界认为 如果中国丧失最惠国待遇 美国企业将大受影响 因而转向反对把中国人权作为最惠国待遇条件 不过当前中美贸易战急转直下 科技企业也卷入争端 美国各界关注新疆在交易营问题 种种因素是否会让川普政府 重新将人权与经济挂钩 仍有待观察 如何购买明镜周边商店产品呢 我们为您制作了这份视频指南 如果您对购买方式疑问 欢迎随时联系 明镜纽约小编推特号 atmjtveditorny 我们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明镜焦点 美中贸易谈判失利 中国国务院日前发表一份 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 发广报导 这份白皮书为中美谈判失败辩护 把谈判五个月不敢公然否定的全都否定 被视为北京对抗美国贸易战表态 也让贸易战火全面升温 在白皮书中 甚至在发布会上 中方不承认强迫性技术转让 也不承认盗窃知识产权 针对美国指责中国反汇 北京反指美国出尔反尔 北京还为习近平最后一句话 导致大翻盘辩护 称中方不存在开道车 至于美方指中方把一个谈好的方案 改得一片红 中方认为提出修改 做出调整 都是通常的做法 不过报道指出 这份白皮书仔细读来 中方的重心似乎放在 指责美国干涉中国主权 没有尊重中方的发展道路和基本制度 其次则是说到面子 强调一国的主权和尊严 必须得到尊重 中方白皮书发布的隔天 美方贸易谈判代表 莱特希泽也做出反驳 核心内容是表达 对中国发表白皮书 推诿责任的失望 同时否认威胁了中国的主权 莱特希泽减述美中贸易谈判的由来 首先是基于美国对华贸易的长期逆差 其次便是通过数月调查 凸显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给美国造成的损失 调查报告详细记录了 中国强制技术转让 对美国公司进行网络偷窃 掠夺美方的敏感商业信息和商业秘密 并说到美国总统川普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 开始对中方征收关税 同时开始了与中方的一系列谈判 发广指出莱特希泽说的这些话 中方其实早就知道 双方谈判谈的就是这些 只不过中国一直默认到美方撕破脸才翻盘 莱特希泽强调的是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 美国的谈判立场始终是一致的 中方在各方达成共识的重要内容上反悔了 其中一个就是执行机制 莱特希泽强调 美国要求中国做出详细和可执行的承诺 绝对不构成对中国主权的威胁 显然在美方看来 中方所指的主权可能是可执行机制 发广指出 熟视中共党文化的人都知道 所谓主权内政都是耳熟能详的挡箭牌 像是外国批评中国政府六四屠杀 北京会说这是中国的内政 外人无权干涉 但这次中美只是贸易谈判 北京却把它上纲到 伤害中国主权的层次 另外中方白皮书还有一个暗示 美方不但屡屡提升关税 还对中国电信业龙头赶尽杀绝 有亲中媒体形容 这是美国公然欺负中国政府和企业 中国民众又如何能妥协呢 中国政府权力之大 如同所有专制国家 人民不在话下 现在拿出中国民众说事 跟动者拿不得干涉内政 是同一类说辞 报道比较中方的白皮书和莱特希泽的反驳 认为尽管中方使用 提出修改是通常做法 轻描淡写带过 但莱特希泽所说的 中方在各方达成共识的重要内容上反悔了 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中美谈判五个月达成的 长达150页的共识 到了最后关头 习近平却对结果不满意 一句由我承担所有后果 即可推倒重来 报道认为中方现在提出主权的问题 一方面是为贸易谈判失败辩护 但另一方面恐怕也确有所指 新华社在之前发表的一篇评论中就说到 美方干涉中国经济主权 并补充一句触及中方经济制度 这意味着习近平政权 从这次谈判中意识到某种危险 也许这种危险不是立即的 但长远而言对中共政权可能不利 因此抛出了主权说 但这个主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有分析表示 中方在这里可能有口难言的 就是美方批评的中国所施行的国家资本主义 但这一点标榜社会主义的中国无法承认 事实上中共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 在西方早已有共识 从这个意义上讲 美中这次谈判的要害 不仅仅是减少逆差等表面的东西 它确实涉及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天敌 若是任其发展下去自由资本主义将被扼杀 在美国看来在中国政府主导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面前 也就是中国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再强大的美国公司都会陷于困境 在一个市场竞争环境中 任何一个经济实体都无法跟一个国家机器竞争 中国的国企在技术上如果无法战胜西方企业 它可以用一个国家的整体财力作为后盾 把对方的企业买下 或者通过巨额财政补贴 低价销售 卖方信贷等手段将对手击败 最后一个寡头式垄断的国家资本主义 就有可能严重侵蚀现存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 所以在中美谈判中 美方一直把中方取消对国企的补贴 作为重点攻克目标 另一方面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 实质上很难认为它是为人民或民族服务的 因为它成了为党国巩固政权的武器 所以有些分析认为所谓的国戚 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党产 中方虽然发出了白皮书 摆出一副不怕打的样子 但法广认为比起官媒的横满语调 白皮书的内容似乎还留有一定的回旋空间 这可能是中方意识到美方不会轻易修兵 只好先拖延时间 不过这几天北京高层释放的信号还是偏向凌乱 像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会最近开了一次会议 讨论了中美贸易战内容不得而知 但是常委汪洋在5月24日到29日 接见一个台湾新党主席 与慕民率领到访的代表团时释放出一些信息 但这些信息却完全与中国政府和民众受侮辱无关 而是另一种乐观的基调 根据中国时报报导 汪洋在谈话中讲到 中美贸易战也许战役上美国会胜 但战略上美国会输 外界猜测他的意思是 美国对中国出手会加速中国向创新转变 逼中国创新 美国的压制会加快中国改革开放进程 相应的内部阻力就会减少 很难想象汪洋的这番谈话 其实代表的是中共七常委的共识 美国倒逼中国改革 减少内部阻力 科技创新 加快开放进程 这不正是美国一直以来的目标吗 但真正的问题是 习近平是否会这样想 那可就不见得了 六四事件迈入第三十周年 除了事件发生地中国之外 全球各地无不举办大型纪念活动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跟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 也选在6月4号这一天 举行国会听证会 在天安门事件三十周年之际 审视中国镇压的演变 跟六四镇压造成的恶果 美国之音报导 听证会回顾了1989年天安门事件 天安门一带的愿望 以及中国政府的审查和缺乏问责 天安门事件的目击者 还将研究天安门事件的遗产 如何在习近平领导下 中国镇压的演变中发挥作用 并提出有关美国政策 如何有效支持中国人民的建议 在这一场听证会上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首先讲话 他说全球人民都要记得三十年前 中国政府对自己人民的残暴屠杀 铭记学生工人和人民的勇气 他们和平的反抗压迫性政权 要求他们应得的自由和人权 佩洛西还表示 距离天安门事件事发已经三十年了 人们看到中国发生的变化 但中国对人民的镇压却没有改变 他说中国政府在国内设立监狱 狱中的记者、人权律师、民主活动家 跟基督徒被剥夺尊严、正义和他们的权利 如果国际因为经济的问题 不在中国高呼人权 就失去了在世界其他地方 谈论人权的所有道德权威 另外一项对中国人权 多有批评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 也在听证会上作证表示 中共对于人权的践踏仍未停止 他说无论是在新建立的社会信用体系 庞大的数字监控 还是居留营当中 中国共产党正在利用科技来维持统治 对于卢比奥的说法 中国委员会主席麦戈文也表示赞同 他说从天安门事件以来 中国的人权状况不断的恶化 随着中国从改革开放的边缘 走向新的不断发展的镇压方式 包括对西藏和维吾尔人民的镇压 天安门事件是一个关键的转列点 另外他也痛批 现在中共大规模的拘留跟监视维吾尔族 及其他突厥穆斯林的人权悲剧 根本就是缓慢的天安门事件 除了美国众议员的发言之外 天安门学生运动领袖吾尔开西 人到中国组织负责人周峰索等五人 也在听证会上作证 他们谈到了天安门事件 在中国形成的新的镇压方式 还就美国政策应该要如何有效支持 中国的人权跟法治提出建议 其中吾尔开西针对中国通过防火长城 来遮蔽资讯的做法表示 包括谷歌跟脸书在内的国外互联网 被中国禁止访问 这使得华为腾讯跟微信等 与政府有联系的国内企业 处于一个没有竞争的环境 中共利用这些公司给人民建立了一个监视国家 这在全球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对此他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能够直面中国 在中国要求民主 周峰索也呼应表示 希望中国委员会可以推动一些真正的变革 包括坚持把拆除防火墙 作为达成任何贸易协定的先决条件 动用全球马格尼斯基法案 来对付侵犯人权者 以及对包括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在内的中共 在美国周边组织来采取行动等 另一方面 美国众议院也无意义地通过决议 来谴责中国暴力镇压和平示威 呼吁中国政府尊重世界所公认的人权 美国之音报导 这一项决议案是由民主党籍议员吉姆·麦格文所提出 内容主要谴责中国政府对公民隐瞒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真相 包括封锁未经审查的互联网网站 微博和其他资讯服务网站上的社交媒体评论 并在中国的网站上散播包括六四事件的误导性资讯 众议院的决议也说 尽管中国政府融入了国际经济体系 但在过去三十年里面 中国既没有实施政治改革 也没有像天安门示威者所要求的那样保护人权 并强调1989年的和平示威 要求中国政府消除腐败 加速经济和政治改革 保护人权 特别是言论跟集会自由 这些问题跟三十年后的美中关系仍然相关 而美国各界也将持续关注跟监督中国的人权问题 明镜焦点记者刘欣整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呢 又让他们的思想和品质能够得到一个保障 这就是我建明镜电视平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 想有一个思想观点交流的这个集散地 这些人才的思想得以表达 这些人的知名度也因此得以增加 强调了一个新的电视台 叫明镜大家台 这个大家台就是让大家来参与 一起来建设这个明镜 那我们现在准备有这么一个新的开始